哈喽大家好 有些人是蜈蚣脚上鞋子永远不嫌多 那也有一些人是头很多 所以帽子永远买不够 但如果一直跟着流行来购买单品的话 有时候重复率是会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进入的是 手做皮包的事件 如果您也想拥有一个专属于自己 而且比较不容易重复的小皮包的话 那么就欢迎和我们一起坐下去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一个项目呢 是复古单肩鞋杯皮革剑乔包 那其实大概在三四年前吧 我第一次购买这种皮剑的材料包来做的时候 就非常喜欢这种手做的感觉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已经做了这一个名片夹 然后呢还有放护照的护照套三个 以及像是长夹短夹这一类的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做过 像比较大的这种剑乔包的包款 直到两年前呢 有答应外小姐说 要做一个剑乔包给她当生日礼物 后来就因为有买到其他的礼物 或是一些理由 就延宕了这个计划直到现在 那刚好呢 我也很喜欢剑乔包这个包款 所以就赶快下单 希望可以全休息时间 把它完成来送给外小姐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材料包里面有哪一些东西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这一种 已经采好还打好洞的这一种皮革片 那这个皮革片的颜色呢 一种其实提供了十种颜色可以选择 你还可以加价去购买其他新出的颜色 那这一回我们选择的是深蓝绿色 那这整个材料包里面呢 其实它还有给我们这个背带的材料 说明书 还有我们要来缝的针 以及蜡线等等 而且它说明书如果看不懂的话 其实还可以到网站上面看影片解说 所以并不会很难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次呢 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完成这个作品 这是那个包包的钱 真断了 它的头在这儿 我现在先把这些洞搓大一点 我怕我等一下穿会不好穿 因为我一定先弄到一根针 我下面没有针可以浪费 你只剩一根喔 两根 我后来找到旧的可以做 这皮看起来也没有很薄 一直这样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地方啊 它这样是缝一二三层第一 好酷欸 我就是在缝这个的时候 包我真的酸 不容易呢 中国不容易 然后现在是要把这些 好的单面皮建筑 切成包包 又突然一根针 非常的崩溃 这是现场 好 我刚才又弄断了一根针 对不起发财 还好之前做的其他的皮件 有把针留下来 它身体出来了 对你看 基本上这个芯 包包的芯 这边已经出来了 后面出来了 它出 对 然后它的厚薄度就是这样 啊哈 封起来有缝的感觉 你说缝过这个过程 它很缝 它是纯手勾 嗯 不收皮 哇 OK 所以我们下的步骤是要把 这一片缝上 这一片先缝到这一片上面 之后 再把这两个东西放上来 好 嗯 还有肩带 OK 还有这个衣袋 衣袋部分 第三根了 总计这一次爆掉了 三根针 目前爆掉三根针 你还有真体爆 希望不要再爆了 你又没有真体爆了 对于你这一次的浮现 感到非常好骄傲吗 我对于这次的作品上面缝线和中极的这一件事情 感到非常的骄傲 那也就是非常的烫 这样的确看起来还蛮 蛮爽的 蛮渺绿的吧 对就是很整齐就是爽 这样子 我对于那种手做的职人 感到非常的敬佩 让我们拍手摆一下 超不准结我们 哇 欸你知道飞出去应该很骄傲吧 就是这样 真的还可以摆的啊 我自己做的 哇 哇 就跟别人不同档次 哇 历经了三四天的休息时间呢 终于完工了 我们现在就来检视一下我的劳动成果 咕咕 整体来说制作这个包包呢 缝的过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我还是有觉得有三个难关 第一个呢就是这一条背带 这个皮件要如何穿越这个离界 我觉得很困难 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由我自己来完成 自己的背带自己做 对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皮件它的转弯处 这里这两个地方 特别硬 特别难逢 还有这里 因为还有三层皮件 好难逢 手穿的爆炸 没有错 所以我就很用力 也导致我的针断了三次 而且那个针跟线其实已经是比较厚的 对啊 它是比较粗的针 结果还是断掉 很痛 手痛 然后看到它断掉我心也痛 而且还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就拆了好几次 把这个已经缝一半 再把它拆开来重新缝 哇力求完美 购买这个DIY皮件组呢 除了可以自选皮件颜色之外 其实上面还可以打底 所以我们就印了我们的信是在上面 让这个包包更有一点独特感 那至于为什么会选的这个颜色呢 我们就要请当事人来回答 因为我觉得这颜色很舒爽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把这个贺力送给当事者 好 自己奏乐 自己奏乐耶 那也有一些人呢 他是头很多 所以身上的帽子总是买不够 大家洗完手买完手套之余呢 也不要忘记订阅 恐怕 我不告诉手套 历经的三四天 喜欢这一种独一无二 拥有专属感的所作物品 也欢迎在我手作 以上就是我们在休假期间 所完成的手作皮革剑条包 如果您也喜欢这一种独一无二 而且具有专属感的手作物品的话 也欢迎在这下留言告诉我们哦 大家买完口罩洗完手之余 那也要记得订阅按赞 跟分享我们的频道哟 下次见 拜拜